耶 我们有500万人的掌声 今天看了这个slide又看了两次 应该不用怎样介绍自己了 我的资料只要你们詹雪玲在Google 其实都可以看到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 其实应该是已经24年了 24年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大概猜到我年龄 那今天这个课题 为什么我们要做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要找到对的人来到这个会场上 那当然也有online朋友 来online的camera 那边 那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去 吸收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分享 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搞这个活动 你们有给我们钱吗 谁这边有付门票的 没有对不对 所以在没有付门票之下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请来了 大咖的这个行业讲师来去分享给你们知道 他们背后的这一些心酸啊 或者是他们到底怎么样很用自己的心 自己的时间和力去做这些东西 是让音乐人可以受惠的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要太理所当然 那整个活动方面 我们大家应该要同心协力的把气氛搞好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我希望大家来这个活动 也不是来听而已 是可以交流 可以认识 甚至产生合作 甚至有金钱上的交易 这就是music printer的不一样 那来 ok so我现在走的路线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我是一个教育者 从17岁开始教钢琴 教了过后慢慢 我就在娱乐圈的recording studio发展 那时候是做一个助理 打包饭啊 洗浴缸啊 洗厕所啊 做这种而已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进露营室的 我的年代是 女孩子的录音室工作者 不超过10个的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是 自己要求去那边工作 那当时候录音的歌手 包括戴佩妮啊 曹哥都还没有发片的时候啊 林宇忠刚刚发片的时候 很早期的 所以我是很早期的一个音乐人 在行内 行内里面工作很久 然后后来自己就因为在这录音室 老板看中了我 因为那时候我唱了很多广告歌 可能你们没有听过 很多这个 Tone Garden这些牌子 Ogawa Diamond Munchies Natural 或者这些 吼咬啊什么 我都唱的 都是我在幕后很久了 其实只是没有人知道 然后后来我才在这个录音室工作了很久 老板也觉得 其实我有创作能力 才把我签下来 那时候我第一次是签华纳的 本来 然后签了给华纳过后 我就自己开始要发片了 老板要把我发片 歌曲已经做好了 我的制作人 编曲人是宇田 你们听过宇田吧 Bell 那时候歌曲已经做好了 也没有发片 就因为老板 拆货了 所以我就变成没有家了 那开始我就很幸运的老板说 Studio我已经一年签了合约 所以没有人用 给你用 我就用那一年时间发了我第一张唱片叫 I'm not serene 然后之后呢 我就慢慢又进入了这个娱乐圈工作 大概两年我就退出 因为我不喜欢舞台唱歌 我喜欢做幕后 喜欢创作 喜欢写歌 我一个一年里面 我可以制作大概六首歌 可是如果当歌手 那一年我就只能写六首吧 太少了 所以我就回去做教育 开了serene music academy 然后14年过后 开了music printer 所以你看我是很老了 所以现在我定位在企业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我的团队已经开始有人了 我希望教育的部分交给别人 我开始对接企业 因为只要我们服务商用的音乐 收入都来得比较可观 那我们可以借用这种经验 还有我们的这个渠道 供应更多音乐人有音乐的作品 然后也产生被动式收入 就是Roti 还有制作费 这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才刚刚去考核 马来西亚政府的 这个HRDC Corp的这个certificate 就是接下来可以进军企业 企业界里面教学的 OK 那music printer在2017年起来的 那时候我们的口号 就是一个想法 我们要让音乐人先勇敢的说 谁不敢说的 这边 应该还有人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真的在做音乐 可是我钱也不多 我们不敢讲 其实你不敢讲 你就不要进这行 你既然敢讲 你就要结果为导 像这个就是你的目标 你不敢讲 你怎么样承诺自己 你要在这行找饭吃 然后真的是赚到钱 养活自己过得好 所以我们音乐人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 行业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没有去承认 没有承认我们是salesperson 因为我们觉得 艺术是很高尚的 如果承认自己是salesperson 好像很低级 其实你在showcase 你的音乐 在YouTube放出去那一刹那 你就是已经是一个salesperson了 所以要承认你是一个salesperson 这个很重要 OK 那接下来呢 平台的理念是什么呢 完成你们的梦想 就是完成我们的梦想 你会发觉到我们做的 任何一样东西 我是为了你们而做的 可是当我为了你们而做的时候 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团队 还有大家 就是我们完成你的梦想 同时也是完成 我们自己想要做的 这个平台的梦想 就是聚集更多音乐人 让他们勇敢地说 刚才那句话 OK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 远离斗争 就是no fighting but works together with all the peoples especially我们今年会走国际化 我们会跟国外的音乐人合作 我们也跟了很多music school合作 目前我们的music school的合作伙伴 大概有40多家 不过这个合作还没有很亲密 所以我们会有七音 我们会有这个Akin老师 他们就会进军这个音乐学院 跟音乐学院更加多的配合 提醒所有的音乐学院 学音乐不是学乐器 乐器只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用它来成就 我们的作品还有创意 这才是培训右脑开发的 艺术课程 因为音乐本来就是一个艺术课程 它不是一个academy OK 所以我们要跟商家推广更多的这些理念 一起去做 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们一步一步是走给大家看的 我们真的是进入企业 所以接下来你们会看到 这些歌曲很多是自己写 自己写 慢慢开始我们会有很多企业的作品 包括最近我们做的Hurix 我们有做OE的歌曲 我们有做全马最大TRR The Roof 还有整万个agent的老板 我们现在都在做企业的作品 所以这些企业作品都是很有收入的 那你们也要想要有收入吧 对不对 今天来听 当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产权这么简单 保护了过后 如果它是没有意义的保护 保护来干嘛 没有人要抄 你保护来干嘛 没有人要听 你保护来干嘛 没有人要用 你保护来干嘛 所以保护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这首歌有它的价值 你才需要去保护它 因为它才有值得被保护的一个动作 OK 所以我们要帮助的人是学音乐跟做音乐的人 两种 OK 那目前我们的版全部 37位是Fully 3 years的合约 那其他那些单曲单曲的我不算 如果要算的话 其实是超过了 OK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Ghost Rider的 其实现实底下 Ghost Rider就说你签给我 歌曲我卖给海外 不过没有放你名字的 你也不可以讲是你做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Job的 OK 所以目前我们新加入的创作人 来 今天刚好这两位有在 我刚才发现到 第一个 来 Tim Lin站起来 OK 他是很特别的 我们让他自己来介绍他自己 来 Tim Lin come Introduce where you're from and then what you do 他是不会听华语的 所以今天有一点辛苦 来 嗨 嗨 我的名字是Tim I'm born in Ipoh but I'm right now more in the Sunway area Subang area yeah I've been doing music for some time but my day job I actually work in the church helping up their music side and everything and apart from that yeah I write songs and everything yeah so yes hi nice media 他是一个pastor 其实 所以你看 我们其实 签下的创作人 也有这种religious的 这些结合的 那佛曲的 我们也有上一几个的 所以你们会看到 这边很多佛曲的 其实 那我们除了希望 我们的重点 我们前一人 其实是有一些概念的 比如说 你一定要有五首歌 你要提交给我们先听 因为如果你连五首歌都没有 其实我也帮不了你 因为你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你还不会marketing 你还不会赚钱 你签给我 就等于好像一个宝宝 我还要去养你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辛苦的动作 那至少你有五首歌 为什么五首歌呢 答案就今天 坐在这两位的前面了 因为MACP的基础条件 就是你要五首歌 你才可以成为会员 他们才可以代表 你去征收板费 所以这样多年来 你看我们2017年到现在 我们的指标 是跟着organization 跟着你们 接下来怎样出道 的ruth and regulation来set的 不是我们set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 开始不知道 讲music printer很骄傲 五首歌才可以听我们的歌 你像我四首 我也是delete你的mail的 我是不会听的 因为没有意思的 我讲好了 所以五首就五首 因为只要你有五首 我才可以帮你接轨到MACP 你才可以成就你的第一个 被动式收入的机会 然后很多歌曲的 发布过后 让我们制作团队看到 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到商业的部门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有商业部的 跟你们解说 第二个我们有Lemon 来Lemon介绍一下自己 来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mon 赵清宁 I'm Lemon 就是我现在做的是 音乐制作 词曲创作 编曲 跟录音都有做 然后我同时也是一位 音乐剧 演员 然后大家都多指教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他是因为参加我的课程 一个workshop 然后我认识他 然后我去到他facebook 我觉得这个人的作品不错 然后他又share他YouTube给我 所以你们如果有在我们WhatsApp群啊 不要担心说 诶 spam 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空 可是that's how we actually 看到这些talent 你懂吗 所以还没有进WhatsApp群的 赶快进我们WhatsApp群 然后 这个是去年12月的时候 我们签下的两个rider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指标的 Annie 每个月要签多少个rider 所以如果你们想成为 我们rider还没有成为的 可以好好的把你们五所歌做好 然后你们有发觉到吗 我们签的rider包括 Him Lim 他们一定会唱会词 会曲会编会录 全部会完的 我们的条件来的 你只要会唱歌跟写词吧 可能我们也不太想要 可能你只是会作曲罢了 可能我们也不太想要 不过除非你非常有资格 我们还是会考虑 OK 那基本上 我们签的创作人的目标 是希望大家更active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八首歌的启动 我们每一年都有set 八首歌左右的一个启动 就是让你作曲的时候 你不会作词 OK找他 他作词的时候 没有人编曲 OK可以找你 然后我们今年的project 我们都希望达到八首歌里面 有四首歌是可以变现的 就是可以赚钱的 那我们的第一首歌 曲音在负责叫做 Malice Madani 我们会找本地马来人 华人跟印度歌手 正式的歌手来唱这首歌 然后involve歌 创作人 比如说你可以弹钢琴罢了 你编曲罢了 你弹吉他罢了 这样大家都想有那个credit 大家都一起有那个profile 大家一起宣传 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做完的歌 你宣传就十个人听 一百个人听 十个人一起宣传 就一千个人听 那个就是团结的力量 这个就是Musicpreneur 想要做的版权部 不一样的 那这个版权部的价值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让更多创作人 知道自己的权益先 If you don't know your rights How are you going to protect your rights 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权 那个权在哪里 OK这是第一个你要做的 产权包括是asset 就是它其实是 以后你死了过后 也有收入的东西来的 到底怎么样 OK 第二个就是提高 我们的作品数量 所以我们为什么 每一年要有自己的 in-house project 没有in-house project 你们怎样practice 如果你们自己做自己的歌 我是很难comment你的 因为你自己的东西 怎么我来comment你 可是如果是我们in-house project 你做到不好 我找你弹钢琴 你钢琴弹到不够好 怎样可以更好 这样我有权利吧 那我们这个也不是说 要去教你们 而是我们希望 创作人在合作的同时 可以在音乐制作上的数值 是提高的 因为在这个部分 你提高 你才可以借商业轨道 因为商业是 明天我打给你 三点 你要把这首歌做出来 你就是三点 你没有跟我讲 靠灵感这件事的 所以我们的团队 灵感都是错的 音乐是靠练习出来的 OK 我们不是兴趣而已 而是专业 它差别在这里 OK 我们没有梦想 我们只有目标 这就是music printer 那当然我们要提升 作品的影响力 刚才我提了 Malaysia Madani 那首歌我们要做的 它其实是影响力的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作品 我们会有 Pink Ribbon的作品 我们会有 感恩双清洁的作品 我们以前都在 practice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们看一下 我们有 环保Save the Sea的歌曲 万圣节的歌曲 马来西亚国庆的歌曲 我们都是在走 影响力的歌曲的 而且这影响力的歌曲 你不要小看它 可能我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万圣节的歌曲 今年才1000个人看 我每一年 我的rider都一起 今年又万圣节了 又拿旧的歌来打 所以这首歌 现在已经变5000个人看了 它就是这样 每一年都可以重用 能重复用 叫做repetition visibility plus repetition equals to 你的value of rights 要不然是没有rights的 你的rights不能生产价值 没有income的 所以这visibility有了吗 我们平台帮你们出道吧 对吧 可是你没有repetition的 机会 那就不是在形成 ip的业务 什么叫做ip的业务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你们可以上网看 其实我们音乐人 在做的business 不是music business 是一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siness 所以你们如果 多了解这一块 你们就知道 怎样把自己的income 本来100块变1万块 我们没有白讲的 你可以问heidi 我们一首歌的制作费 现在是高达100千 制作包录音 跟写个100千 这是我们去年的目标 今天我们也是要打回这个目标 100千一首 ok 然后当然我们的 接下来今天的活动 来让我介绍一下大家 主要目的是要提升全球 创作人的这个行业理解 所以线上有一些是外国人来的 其实ok 然后当然提高大家的就业机会 这个就会让我们的heidi老师 给大家更加知道怎么样的 ok 然后当然是结合 还有启动音乐的项目 今天你们出席的活动 叫做企乐计划 企乐家是我们的品牌 企乐音乐的乐 music criminal是英文 企乐家是我们的华语 那我们这个企乐计划 接下来做的东西 全部都要做影响社会 有贡献 有价值 有意义的作品 我们不要大家只是写自己的歌 你自己写lemon 你很happy 你出了 你自己开心 我每天去youtube看几个view 起来 but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要做的是更大的格局 是大家的事 社会的事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要做的八首歌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时间表 你们的手机应该都看到的了 因为你们上up的时候 都有这个东西 那我时间不花太多 我们要感恩今天所有出席的这一些分享人 因为他们 亥迪老师跟Annie 跟了我至少八年以上的 团队里面都跟了我八年了 至少 然后Mary 我必须说 她跟Lucasline今天的这个到来 是非常要感谢的 为什么 他们算是第一次在华人街里面做这个分享 而Mary那时候我见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 其实她是本来要退休 她不想要在MACP做了的 是后来因为没有传承人物啊 因为她的知识太强了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抓到她已经懂得这十多年的知识 所以她没有办法就被MACP拉回来再重新站回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appreciate 你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幕后人 可是你们知道我们音乐人哦 是因为他们啊 在马来西亚跟国外才帮我们征收到这种版费 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配合他们 而不是为难他们 我们也要去鼓励商界 到底你为什么要给钱 是我们音乐人的工作来的 不是交给他们去教育大众的 是我们音乐人在跟顾客 合作的过程 就要教育顾客 这样他们工作轻松 他们就花时间收钱罢了 我们花时间做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音乐人要做的事情 OK 那他们等一下会做分享 你们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等一下的活动完了 我们会分三个部分 给大家问问题的 等一下你们听一下我们工作人员 这样分配你们的位置 那第一个就是你们要记得他的名字 MACP的总经理 Maria 历史以来第一次跟线上线下 做这个华人的这个音乐版权的分享会 Lucas Lai MACP授权部门 就是说要用到歌曲的话 要授权 是找谁呢 找他 你要用周杰伦的歌 你不总找谁啊 OK你先contact Lucas 至少他会advise你怎么样去找 所以你们看到 网上有人用音乐 你觉得好像不对了 你们商用了 这么没有给钱的 你们可以去跟Lucas讲 这个人好像烂用音乐 或者是你的朋友在用 你不知道啊 你要授权的 我介绍Lucas给你 他会advise你 如果你的公司要授权用音乐 你要怎样给payment 这样你是不是带了收入 给我们音乐产业链 这个很重要 OK 所以我们音乐人要合作 企业音乐商务 顾问 这个是帮我公司找最多钱的女生 所以你们音乐要赚到钱 你们找他 因为我以前是坐这个位置的 不过现在我已经退出了 他是担任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坚持到什么老板 我就是讲到一般 我就推给hidee了 所以hidee是负责把工作 交给音乐人的人 然后他旗下现在有两个助理 就是你们不认识他们 你们就没有机会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要得到工作 要拿到钱 要认识的就是hidee老师 OK 然后Annie 她是我们公司的admin来的 本来 然后她去年 去年六月开始 我们就在栽培她 成为我们的这个音乐版权的经理 所以她从一个admin也可以做经理 这代表什么呢 她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因为她在处理我们所有rider的 这个management的时候 所有的过程她都很清晰 那今年呢 因为参与了这个本位呢 她不只是清晰所有的业务 她更加明白动机 为什么她要去做这些admin work以前 所以我觉得是要给她一个鼓励的掌声 这个活动是她举办的 OK 谢谢Annie 做得很好 OK 然后谢谢大家 我不花大家时间 我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 去讲重要的话 OK来 Thank you 谢谢